生老病死或者是离别 它都是早晚甚至是都会在 你的生命当中持续发生的一件事情 也许在我们身当中发生的比较早 提早学习面对离别 其实我最早期最想做的工作 是当一位设计师 跟这个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也是因为默默地求学的路上 然后遇到一些造型师 他们带领我进入这个圈子 才慢慢地进入演艺圈 但我对演艺圈最大的兴趣 当时的确是为了赚钱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梦想 或者是一些执念 然后因为我们在研究你的过程 我们就有花恩的爱局 然后就看到一张很特别的贴文 我十三岁的时候 然后妈妈是因为生了病 然后过世 但她走得非常的快 所以她也算是有一点像是意外离开的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 对于我还有我姐姐我妹妹而言 其实那段时间 住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个小孩子 即使到现在都还是没有要接受这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还是会做梦 然后梦到说妈妈其实没有走 她可能只是出国好长一段时间 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突然给我们一个surprise 我还在这样子 在当时的状况好像也还来不及去想说 我好难过喔 我应该人生怎么做 其实就有一点被迫的放弃当小孩这件事情 要很快的速度去接受现实 然后要去让自己的生活独立 很快的变成一个大人 那其实现在的我还是会很渴望 希望还可以再变回以前 那个还来不及当小孩子的那一个人 那因为我有姐姐还有妹妹 我们一起共同的经历这一段人生 再加上其实后来我的姑姑 还有我的阿姨其实两个人轮流接手我们的生活跟教育 所以女性在我生命当中成长的过程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人生本来就是很多很多的关卡跟困境 它其实是一种被迫发生的 它并不是我主动说我想拥有这个经验 我就可以在人生的这条路上得到这一个精神或是成分 如果现在的你正在经历这些离别 提早接受或是提早学习面对离别 你将会成为一个很有力量去帮助他们的人 所以不要觉得很害怕你现在面对的困境 说实在当电视电影的演员当久了会变成一件很懒的事情 因为我们开始在技术层面会变得比较专注在某一个地方的表演 但舞台它是让你打开你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身体肢体上面的演戏 甚至它是一种持续连续性的流动表演 它的确对我来讲是相当相当有挑战性的 因为其实在疫情的时候我其实过得有点低潮 那个低潮是在我的演艺生涯当中 我找不到让自己更好跟进步的方法 然后我觉得自己很停滞不前 那遇到舞台剧有经过长长时间的训练之后 我有觉得自己能量有升级的感觉 这个舞台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让我觉得 我觉得我变强大了 然后当我再一次遇到其他角色的时候 我有好多的能量跟内在可以给观众更多不一样的表演 只要心里有佳就什么都不怕 赵林彩香它是用一种以前那个年代有三代下来 不同女性它的框架 她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她们的心路历程 然后我觉得蛮有趣 因为从60年代到80年代到现在这个年代 三代女性虽然她们在这个社会的框架下 过着同样的人生经历 但她们的心灵所看到的事情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差距的 林彩香这个角色她在这个人生的选择道路上 嫁去人家家然后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去降服轿子 她做了这个选择但是她用很不一样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孩子 因为大家都知道林彩香其实是一个蛮轻的人 然后她是一个很像思想蛮前卫也是一个饱毒师叔 也是一个很多才多艺的一个女生 然后我并不认为她在这个所谓人说的传统的这个道路上 被埋没了她的特质 我并不认为她是一个传统这两个字可以代表这个女性 她用她的这个个性在这样子的框架下 或这个道路上顾虑很多女性 给她有更多选择走出你的道路 我有一个责任会希望让就是这个社会上很多的女生 有一些在人生的每个道路上有更多的人生选择 而不是一个社会框架说给予你应该怎么做 所以你只有那些选择 甚至说你不要去害怕突破你现在拥有的那几个选项 你就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前卫 自己是不是很特意独行 就是没有 就我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女性在这个社会上可以扮演的角色 她也给了我一些很好的成长 因为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我并不认为 我觉得我会选择结婚生小孩 想服较子 这好像不是我的人生选择 所以林彩也是个蛮酷的角色 再加上她是狼祖云狼导导的 她本来就是一个很希望站在女性的角度 然后给社会更多好的方向的一个导演 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很棒 对 你能够勾结我的回忆的是一个很很无趣的小小的音乐盒这样 就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的爸爸还是我的妈妈 我不记得送了我一个很小的音乐盒 然后我第一次看到音乐盒的时候啊 我看了盯着那个音乐盒盯了一整天 然后就听那个声音这样 然后你知道大人们就在外面在那边求烟喝酒聊天 然后小孩子就在房间里面在那边自己玩自己的 我觉得那一个感受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或是让我想起有家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我之前跑去欧洲的时候 去法国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在那个打拼的环境下有一点孤独 然后很无助的时候 我就走进了一个那个纪念品店 然后我就背了一个音乐盒 就是看他在办的音乐盒我就进去翻了一下 然后我就在那个那个纪念品店里面 边拼然后眼睛就流下来了 然后就开始想到自己就是 就是那个声音带给了我很多 回忆上的安全感跟家的感受 那像我回台湾了嘛 然后我搬家的每个过程当中 都丢很多的东西 这个是我唯一没有丢掉的 因为现在听呢 就是不但是可以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 然后也带给我 那时候在欧洲打拼的时候 就是带给我的安全感 它一直不停地累积我人生的 人生每一段故事这样 我觉得人生是许多美丽的 跟苦难的家众 所以呢这段路上你一定要好好的 系好你的安全带 才可以在这个上上下下又颠簸 又崎岖的路上 不会被喷飞 就是这么讲 我觉得也蛮像我的个性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面对人生很多 困境的时候 可以有时候要幽默地去看待这一切 那快乐的事情你就可以 你可以享受 可以享受的生命 可以享受的生命 这样的东西 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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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